虚拟货币面交被持枪抢走780万 被害人心有余悸 王先生从事虚拟货币交易两年时间 平常都听从老板指示 到指定地点和买家面交 这回犯下强案的谢信嫌犯 是老板朋友介绍的 双方过去曾交易过两次 都约在同一地点车上付钱 被害人因此对他降低戒心 没想到第三次面交给了虚拟币 买家却亮枪把付出税的钱抢回来 780万装在黑色行李袋 被赖信共犯拿走 谢信主贤没多久也下车 边讲电话边回头看 但被害人转出去的虚拟币 恐怕很难追回 现在越来越多人 不透过交易所选择场外交易 因为金额无上限 能立刻拿到虚拟币或现金 但少了金融监管 风险也相对提高 通常会找信托 很多信托公司 他其实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是说信托公司本身 他会去验证买卖双方的身份 跟资产证明 然后他们在做资金移转的过程 他们是打到第三方账户 而不是直接打到别人的钱包跟账户 其实相对来说 这个流程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场外交易买卖双方 很难核实对方身份 专家建议找第三方信托验证 交易地点可以选在警局外 或超商等公共场所 有监视器的地方较安全 避免遇到假交易 正抢到 TVBS新闻高杰尔检余琪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